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我们继续带来几场视频直播 不,不,不,带来几场视频 这些视频素材一般都是直播里头打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场 这场还是蛮精彩的一场翻盘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过程 草皮主,戒皇盖 一般戒皇下戒皇盖 不管是任何主攻 你选戒皇盖当忠臣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大错 因为这个武将是符合了忠臣任何需要的元素 哪怕孙策主 你选一个戒皇盖忠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吕蒙跳一个反贼 这让吕蒙跳反 这个基本上是内了 那件事直接杀了一刀流风 那我们这边基本上看一下 蔡夫人和林统谁是另一个忠臣 这个林统跳了一个忠臣 他这个直接杀一刀 可能是带一个装备去杀一刀 主要是想看一下蔡文基那边 杯哥会不会出梅花 如果梅花的话 能在回合内选择一个旋风 这样子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并且旋风 蔡文基这手牌的质量比较好 拆了一桃一顺 蔡夫人直接神装 不过这个基本上是身份棋 我们拆了一张九 这样子的话 九红杀能产生一次打到流风求逃的效果 还没想到打死了 这一次打死是非常的意外 我也没想到 恐怕大家也没想到 当然大家说 你这打完不是优势了吗 那我们往下看 其实并不能打保证一个优势 一是灵统并不是特别强烈 二这个行伤这一波 如果打不出来继续的优势的话 也没办法 这边我就强妙蔡文基了 别的人不好打 兵 终会挑内拆了蔡夫人的 勒布斯鼠 杀了些灵统 其实我觉得这一局奔就奔在这了 灵统带出距离 直接杀蔡文基 其实让哎呦 我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啊 那个灵统收完蔡文基 对内间来说也是好事 内间不是不能打 就是完了 他跟反责机去集火 让反责也帮他控场 当然终会救了 终会救了的话 反而我觉得主中一下就劣势了 就不好打了 除非是我这边的产生作用 刚才曹平 也是限制曹平的距离 就是海平主要比较限制他们 就是转手蔡夫人拿了 呃 官司府直接去杀灵统 其实准确来说 应该是主中不好打了 就是如果我努力努力 最后能打成一个内局 就是我拼了命的去 帮助中会吃菜啊 杀反啊 啊 然后最后最后进入一个内局 但是主中就不是没有局了 这个反正是主中不好打 内间其实还能打 并不能说是不能打 呃 也不能说内间这一下打错了 对 主要是我们主中好像没有多大希望了 这边铁锁 传导 灵统还死了吗 我来为你 我 我我凉雪 但不过还好有个白银 这边大家可能说 我直接动的话 强势秒残运机可以 秒完了以后 我是个白板 曹批就你只能靠内间中会了 慢慢打下去最后也是中会要赢 对吧 就是哪怕说反贼崩盘了最后也是中会要赢 因为我是白板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 去尝试的吃菜的话 呃 除非说是我能打脸弩一波 要不的话 我觉得主中还是赢不了 呃 当然前提也要看曹批这边形伤的牌 先苦白银 完了 看五股 因为我现在这手牌 看不出来怎么打死路 所以我先打吃糖 给自己沉血线 保持自己的状态 雷杀 杀一下曹批翻面一下 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 过河拆桥 杀 这边我们都不不想的去吃菜 那间也是开始一拆一顺 限制了蔡夫人 杀 这下就基本上主中 好像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我最多现在临死 拼着个蔡元机 完了换他主内打两反 诶 但是看两个桃 两个桃的话 我现在就有一个思路了 我直接苦肉 去求内奸的桃子 他们的桃子 如果没人救 我就心伤了 反正 我没人救 就把这些给了主公 让主公去看 反正你内奸去看着打吧 如果有人救 我们就直接撑起血线来 留下更多跟他们去 呃 周旋的 因为我说了 如果我这一轮 强势的拼死一波 最后还不是主公局 大家是可以演算出来的 就说反正你自己去想 如果我去强势吃了菜 又打不死蔡夫人一波的话 就是不能欣赏这么多牌的话 现下的结果就是内奸局 或者是反贼局 但绝对不是主公局了 所以我还是给予自己一定机会 这一哥可以当势 你的举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这这吕蒙拆太猛了 每次拆我关键的保护牌闪 这边中会送了这个八卦阵 我觉得这个送八卦阵送的特别不好 其实我想了 我想过啊 就是说如果这一波 还是没什么效果 我就干脆就尝试一下 一波往过说 能收成什么算什么 但是没想到 那个中会这边给了个八卦阵 这让我特别不爽 就是影响了我们连弩了 所以这个送八卦 对我们来说是太大的影响了 还好蔡文静没打得我连苦肉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出了K牌了 我直接苦五线 因为这苦五线 这些都行 我们先 先过出来所有的未知牌 来看一下情况 牌的质量还不错 这个顺手一定要留得去顺八卦阵 我刚才讲的八卦阵 可能会影响我们 这个牌区怎么处理 先带连弩开南蛮 这样子的话 给主攻翻我们的思路 对吧 告诉他我们要一波了 但是没想到曹菲去翻蔡夫人 这个让我很不开心啊 顺便看 顺便看南蛮能不能收死蔡文静 这边先去杀蔡文静 看能不能杀死 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苦肉炸祥是一个状态 就是当时吃完菜 你还有红杀强重的效果 这个我们首先这点讲 第二点我们先去杀蔡文静 蔡文静有一张牌 这个牌我不能顺了 我顺顺八卦阵的 刚才讲过 要不我的黑杀 是没办法杀死蔡夫人的 这时候我先杀蔡文静 蔡文静如果杯哥一个黑桃的话 我就可以继续杀主攻 来翻面我过牌的同时 还无损的 就是这个杯哥 等于说白杯哥了 而且杯哥的牌效果非常的好 那继续看南蛮 审杀 我无限一下草皮 因为我没有逃了 有逃肯定不无限了 这收了三张闪 对我来说太伤了 红杀是有炸响效果的 你看炸响效果神效 收死两张红杀 那我们继续杀中会 因为我觉得中会有闪 我就先用红杀杀了 但是没想到他逃比较多 这边该打了一波了 那只要曹批洞能把中会打死 进入二位一 还有救过瘾 加一马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就看一下吕蒙那边有没有距离 不要留红桃的牌 让他攻心掉就行了 完了转眼换了张八 这样子维持住我们 每轮不断杀 水王盾 这个人比较关键 这次乐比较伤啊 刘顺 这个为什么啊 就为什么不留红 一 我有八块阵 不一定打死我 二 打死我 这个顺 行伤了也算是一个k牌 k牌去帮助曹皮单挑 或者去秒掉吕蒙 而我如果把这k牌丢了 就算能保了命 也不能加快我们的速度 随时主攻有被偷死的可能性 这个是比较伤的 丢了两张红桃 完了没想到还弃了另一张红桃 三张红桃牌 没有办法 但这个人王盾还救了一大名 先顺 把方天话给顺了 这是别给他偷主的机会 八块阵 木马 我们一会再解决吧 现在没时间解决 反正吕蒙暂时也用不到木马 换了一个藤甲 这个藤甲挺动的 这一波大家一定要记住 其实有很多思路 这个时候我们吃了菜了 就今天直播 好多人都说什么苦肉送 送决斗啥啥啥 不要闹 咱们已经现在是没有苦肉这个技能 这个决斗 如果我想过 如果我打决斗 吕蒙有可能是被人王盾卡了黑沙了 我如果死了的话 送的是沙闪 将八块阵 这些都没办法帮曹币翻盘的 而我们的k盘是决斗 所以 我们就要留决斗过 找个机会 要不是吕蒙杀死我们 把这个决斗送的行删 让曹币这个决斗能决斗出来 可以打死吕蒙 打到吕蒙求逃 要不有其他的办法 对吧 但是决斗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打 而吕蒙肯定是有杀的 这边我们不能靠杀我们只能过牌 还决斗是决斗不死吕蒙的 所以就过牌 反而用过陶刷 塞牌出来 这直接打死吕蒙 而 其实证明那个 吕蒙那边的确全是杀 你决斗他的话就亏死了 那行 这个视频到这 我们再来看下一场视频 这场视频也是一个中程局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中 选的什么 这个我要下次做了 这个还蛮精彩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这场主攻视频 下后视 这也是非主流主攻 最近其实我特别爱玩 财富人下后视 一是凶大 二是其实挺好玩的 起手先看一下揭露讯的身份 直接给了我中会 中会向内忙 之后我就直接定义他是忠诚了 就根本不用客气了 那既然直接跳忠诚 那我起手艳语就好找人了 无限那么多 我记得好像帮陆星打无限了 免得他没有联姻出来杀 废雪就麻烦了 我就这个王毅没有杀 没有直接的去那个阵列我 对吧 啊 我就觉得他可能不敢 我就不敢忙他了 留了沙果了 万一忙错也不合适 过河拆桥 陆星果然是忠诚 哎 本来就是忠诚 这不能用果然 这个字就是形容了 小弦请斗开 江维直接再加一码 我们现在也无脑 桥石了 过牌就行 这边跳钟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 呃 就不管别人了 这肯定忠诚 这也是忠诚 我们就来考虑这个 对 你看就是这个火宫 定义他肯定是忠诚了 因为他如果是内的话 他这个火宫就不可能这么打了 所以我就定义这两个是忠诚 四季可奸敌尽锐 半军一生 先过牌 半军一回过 司军朝雨 刚才中会沙马超 其实 这个就非常纠结的是中会 刚才其实沙马超 好像是跳了一个那个 呃 内奸 但是王毅起手又让我特别奇怪 这边我顺王毅 顺了个南蛮 南蛮入侵 你想着王毅有这种牌 他都不去直接卖血 我觉得特别纠结 这到底王毅什么身份 我我就不管了 我是没 我记得这一轮 我就特别纠结王毅和中会的身份 但是我肯定先把别的民反先弄死 而且大家 这边借陆迅 反正这两个忠诚 王毅再是忠 我 就是他再是一个什么 也不可能是个绝对的忠诚 但是我就没有特别急的杀死他 我就先留一下 避免说是万一一个清牌 就是说万一这有一个人是内 他打的就是比较忠 而且这是真的忠诚 你打了他清了牌 没必要 我交给陆迅杀死 对吧 我交给周瑜杀死 没必要由我们来杀 清了我的牌 反正由我后头的忠诚来动这些事 这我王毅也是吃逃 跳了一个明确的身份 给我们很大的解惑的作用 将为万剑 收人 随便把中会送了觉醒 我们还是防下九杀吧 因为后头过牌比较多 我这怕直接这过火两个过拆桥 直接弄死周瑜 我无限还是保一下 第一个无限我没保 还是过牌 这还不是直接求讨呢 就王毅浪费一个木板 这事夫人 亦当奋身一搏 此举可破敌之为 先过牌 对我刚才这个不是过牌 这个刚才我主要想说 借路心破江维空城 对想起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揭露性没有破 不惜物身 这样子的话 这一下 这这这这一招棋 简直影响到我们的胜利了 要不我不会什么无聊的 过几张牌就过去牌 但是谁都没打死 这边周瑜 秋桃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来 王毅 王毅是内 王毅如果是反 早就直接干我了 这也是为什么 一开始 我觉得王毅 不像反贼的 因为王毅好多动作 都不是在反贼的打板 但是这个觉醒真是送的 实在是太伤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觉得越来越难打了 感觉要死的样子 这边求了一次逃 王毅也是怕我死送了一下 这只能过牌了 这个桃源非常久远 我最后还是开了 因为再不开 我死了 陆迅终于完成了 他所谓的连弩的爆发 闪电 天下万物生于友 尸之冬雨 生于五 手之桑雨 雷杀 币其锋芒 但是很可惜 还是没打死 不过产生一次 乔石的过牌 关心 这个时候肯定能过就过 一点也不客气 这个顺手挺好的 不仅能顺着距离 还能 还能让陆迅过牌 当然这个时候可以顺八卦阵回血了 他因为王毅给我们距离了 直接去杀死中坏 我怕挑衅了我的股定不能集火了 所以留一个距离 所以留一个距离 我不知道没有别的输出牌吗 直接开了一个五骨 大概是没有 其实这个五骨开的挺没意思的 好 这个时候 关心 破坏了姜维的关心 无懈了一下 这样子是想让他关心可能出错 然后成功的破坏了关心 劈死了王毅 这个五鲜还是打得非常的机智的 但是没有打死 这一波这一次联斗 我们不管杀死王毅还是杀死姜维 直接进入二位一就应该是稳赢了 王毅 王毅选择给姜维牌 那我决定就是看能不能杀死王毅了 那就杀王毅 反正就是朝的二位一进 这个将来应该是没有任何能力打死 打过我们了 集中获得比赛神 其实这一局我觉得 唯一就是那个陆续那一轮 应该去求稳的去考虑破了姜维的关心 而不是姜维的空城 防止他觉醒 其他的话就是对于王毅的身份的分析 避免说是我们清牌 因为王毅中间起手 打的真的不像一个反贼 这个大家只是我小心了 做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 这个王毅如果是反贼 他不应该这样子打的 而后的是证明我们没有因为中会的身份所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从而没有造成更大的乌龙 也是避免在七楼把很多输出牌都浪费在王毅身上 再加上这个下后市的确有不不俗的过牌能力 慢慢慢慢把这个优势打回来 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